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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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男生会赢 准备 预备 开始 男生加油 努力 拉 女生加油 拉 我再拉呀 所有人都努力在拉 结果 绳子断了 比赛结果两边平手 你们两队都赢了 好嘞 他们正在建造一个很大的沙堡 他们需要很多很多的沙子 他们用水桶来建造城堡的塔楼 嗯 很棒的城堡 好耶 现在我们该回家了 哦 我们的船不见了 你看啊 奶奶 哦 糟糕 猪爷爷在船上睡着了 然后船就这样飘走了 我们得把猪爷爷叫醒 我们大家用力大声喊 猪爷爷 快醒醒 快醒醒 哦 天哪 猪爷爷还在睡觉怎么办呢 他离我们实在太远了 所以听不到 我们被困在海盗岛岛上了 我们都被遗弃了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待上一百年 看来我们只能靠吃野果和野莓卫生了 不 我们还可以靠吃虫子还有青蛙 家长们准备来接孩子们回家了 我在哪儿 你好啊 嗨 大家好啊 你们玩得开心吗 是的 真正不好意思 我好像忘记了点什么东西 我马上回来 快看呐 爷爷回来了 我们得救了 好嘞 欢迎登船 我的小宝贝们 糊涂的猪爷爷 我们以为你把我们给忘了呢 真是对不起 猪奶奶 我保证下一次一定不会再睡着了 再见了 海盗岛 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我很喜欢海盗岛 我们以后能再来玩吗 那当然可以了 佩琪 太好了 猪妈妈找到了手电筒 能让我来拿吗 妈妈 当然 乔治 你看看我的脸 佩琪在吓唬乔治 别怕 乔治 佩琪只是开个玩笑 我们快去告诉猪爸爸 我们找到了手电筒 猪爸爸还在地下室里找手电筒 我记得就在这附近了 爸爸 我们找到了手电筒 幸好 他就一直在厨房里放着呢 那还真是幸运啊 现在我们只能等着 直到宫殿恢复了为止 那我们到底要等多久呢 准确地说应该是很久以后 但是乔治和我还想要跳一块舞呢 我知道要干什么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块电视 为什么开不了了 电视也是需要电才能工作的 是这样吗 是的 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呀 在过去还没有电视的日子里 小孩子们会想出一些游戏来玩 我知道了 我需要一个纸箱 佩奇想要干什么呢 妈妈 你可以帮我给这个纸箱捡一个洞吗 用来干什么 一会儿就知道了 猪妈妈在纸箱上面捡了一个洞 捡好了 佩奇 谢谢妈妈 那爸爸妈妈就坐在那里 然后乔治 你拿这个手电筒来照着我 欢迎收看小猪佩奇新闻 我就是小猪佩奇 真是奇怪呀 里面怎么没有说明书 说不定是因为太简单了 根本就不需要说明书 妈妈 我们能帮忙吗 当然 首先我需要一块板 这里有一块绿色的板 谢谢你 佩奇 现在我需要四条腿 一 二 三 四 四条蓝色的腿 妈妈 非常好 我们马上就能装好它 这里有一扇红色的门 谢谢你 猪爸爸 这下装好了 做得好 猪妈妈 还是非常小啊 我们有那么多玩具 怎么放得进去呢 确实有点小了 哦 乔治又找到了一块板 哦 说不定那是备用的板 可是你们看这里还有很多板呢 哦 糟糕 那个柜子太小了 因为猪妈妈没有把所有的板都用上 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拆了 再重新组装 哦 糟了 如果我们有说明书就好了 是谁来了 你们好啊 我刚刚在我的货车里发现了这个 这是那个不见了的说明书 这下我们组装就简单多了 太好了 这个说明书看上去非常复杂呀 还是没有用 根本看不懂 把它交给我吧 猪爸爸 我非常喜欢组装这些东西 真的吗 那我们要帮点什么吗 你们可以去烧壶水 然后帮我冲一杯茶 麻烦再帮我加六块糖 大家都在为斑马先生准备茶和饼干 你的茶好了 斑马先生 哇 斑马先生已经把玩具柜装好了 我的天哪 你装得好快 是的 而且我把你们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去了 哇 我先来 天气太冷了 尼坑已经结了冰 表面非常滑 一点都不好笑 猪爸爸和猪妈妈来了 哦 太好了 有一个尼坑 猪爸爸喜欢在尼坑里跳来跳去 不要 爸爸 差点滑倒 幸好我的平衡力还算不错 爸爸 今天尼坑那表面滑滑的 我们不能在里面跳了 没关系的 我们去给鸭子喂面包吃 太好了 佩奇和乔治喜欢喂鸭子 你们好 鸭子们 我们给你们带了面包 鸭子们喜欢面包 天气太冷了 池塘也已经结冰了 冰的表面非常滑 抱歉 我们不该笑你们的 但是你们看上去真的很好笑 开始下雪了 下雪了 佩奇和乔治喜欢下雪 乔治 我们来玩接雪花好吗 佩奇和乔治喜欢玩接雪花 乔治接住了一片雪花 佩奇也接住了一片雪花 小羊苏西坐着她的雪橇来了 你好啊 佩奇 思西 这好像很好玩 我们大家都在山顶上滑雪橇呢 那上面有好多雪 我们要不要也到山顶上去 看看他们滑雪橇 乔治很高兴小宝宝是男孩 恐龙 宝宝现在还太小 还不能玩恐龙呢 乔治 小宝宝他不想和你一起玩 他想和我一起玩 佩奇 宝宝现在还太小 根本不能玩球 如果他既不能和恐龙一起玩 也不能玩球 他能玩什么呢 他就会吃 还有睡觉 还有那样打嗝 请问一下 我能抱一下小宝宝吗 可以 如果你能非常小心的话 你就可以抱抱亚历山大了 亚历山大 这是他的名字 他叫亚历山大 这么小的宝宝却有这么响亮的名字 这名字真不错 虽然他是一个小男孩 好香有什么味道 是吗 可能是亚历山大该换尿布了吧 这是太恶心了 佩奇 当你是个小宝宝的时候 你也穿尿布 我才没有呢 妈妈 我能跟佩奇和乔治去花园玩吗 可以 克罗伊 有一位小宝宝弟弟感觉怎么样 很好 亚历山大非常地可爱 我真希望乔治也是个可爱的猪宝宝 有主意了 乔治可以假装成一个小宝宝 他可以坐进我的玩偶手推车 真是个好主意 不要 乔治不想去做一个小宝宝 乔治 如果你假装做一个小宝宝 我保证会一直对你好的 永远都不会改变 乔治在思考 而且你可以玩我所有的玩具 乔治在努力思考 等我们回家之后 你也可以玩我所有的玩具 乔治做好了决定 真是个可爱的猪宝宝 你想要说什么呢 亲爱的苏姨 亲爱的苏姨 我不知道接着要怎么说了 要不这样 我们很乐意去参加你的派对 此之敬礼 佩奇和乔治 你们想用什么颜色的信封呢 用红色的 斑马苏姨想接收 还有最重要的是贴上邮票 这封信可以送出去寄了 这个是邮箱 丹尼 苏西 艾米丽 瑞贝卡和佩德罗都来了 他们都是来寄信的 佩奇也带着她的信来了 好了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嗨 大家好 你好啊 佩奇 你收到我那封关于派对的信了吗 收到了 而且我已经给你写了回信 哦 太好了 我的天哪 今天有好多的信啊 这封信是我记得 它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是给我的吗 我现在能打开吗 这是给你的 苏仪 但在你打开之前必须先送出去 这个程序叫做游地 哦 今天有这么多信件要送出去 我最好现在就开始 乔治和我也可以一起来吗 上来吧 佩奇 乔治 一会儿见 佩奇和乔治在帮斑马先生送信 这里是斑马苏仪的房子 这封信是寄给斑马苏仪小姐的 斑马苏仪小姐的 斑马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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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信都是苏仪的 那封是我的信 能让我来送吗 当然可以了 佩奇喜欢送信 妈妈 看 这些信都是寄给我的 哦 所以乔治并不是真的生病了 对不对 你这样实在是太恶心了 哦 可怜的乔治 快去床上休息吧 乔治 你在床上躺着休息一会儿吧 不要 乔治一点也不想躺在床上 哎呦 乔治 你要待在床上直到你好了才行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注意保暖 为什么 因为棕熊医生刚才是这么说的 你们好 我的病人在什么地方 哦 张大嘴巴 然后说 啊 乔治感到有点害怕 嗯 佩奇 你是勇敢的大孩子了 你能演示给乔治看怎么说 啊 当然可以 啊 乔治 乔治 他是感冒了 那么乔治需要吃药吗 不用 但是他可以在睡觉前喝一点热牛奶来帮助他好好睡一觉 谢谢你 棕熊医生 不用谢 再见 乔治在床上躺了一天 现在佩奇要睡觉了 乔治 你好一点了吗 乔治的感冒并没有好转 乔治 拜托你打喷嚏不要这么大声 哎呀 好吧 这也许不太可能 乔治 喝杯热牛奶吧 这样你就能好好睡了 喝了热牛奶 乔治感觉非常非常困 我安了我的小家伙们 哇 这么安静真是太好了 李查德有个洒水壶 停下来 李查德 哦天哪 李查德的洒水壶掉到了游泳池里 妈妈 抱歉 李查德 我捡不到 这池水太深了 妈妈 抱歉 我不会潜泳 要知道 连我都不会潜泳呢 嗯 你能帮我拿着眼镜吗 嗯 好哎 拿好了 太棒了 猪爸爸 那是 我在水下也游得很好 哈哈 撒水壶是给小孩玩的 我们能从跳水板上跳下来吗 不行哦 佩奇 跳水板是给大人用的 哦 你们俩开心点 来看我跳水吧 爸爸你就别闹了 你实在是太胖了 哈哈 胡说 我年轻时还拿过跳水奖牌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猪爸爸 真幸运 我仍然那么健康和强壮 你能帮我拿着眼镜吗 从这边看 会看得比较清楚 爸爸你注意哦 不要把我们弄湿了 我当然不会把你们弄湿 佩奇 我需要高一点的跳板 请小心一点猪爸爸 也不要把我们弄湿了 爸爸 哈哈 别担心佩奇 别把我们弄湿了 爸爸 我说了不会弄湿你们的 割草鸡又旧又秀 怎么会呢 我很快就会把草割完的 哦 看来是有点生锈了 或许我该打电话给猪爷爷 问问他能不能帮我们割草 不需要打电话给猪爷爷啊 我只要再使劲一点就能割了 嗯 猪爸爸的割草机 已经不太好用了 哦 我知道了 我们打电话给猪爷爷 你好 我是猪爷爷 请说吧 你好猪爷爷 你可以帮我们割一些长长的草吗 哦 当然可以 我现在马上就过来 再见 我的割草宝是时候出动了 猪爷爷开着自己的割草机到佩奇的家去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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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好呀,割草堡 爷爷,我们可以开割草堡吗? 当然可以,快点上来吧 遵命,成长爷爷 我们很快就可以把草都割完的 抓紧了,我们要开始了 割草堡真的很厉害 真有意思 好了,割完了 我觉得在未来,我会住在月球上 然后,我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看我 而我会坐在火箭里面 你好呀 现在我们给未来的人录制一段视频吧 对未来的人说,你们好呀 你们好呀,未来的人 你们可能现在已经住在月球上了 就要到火星去度假了 还坐着火箭到处飞,对不对 非常好 回家时间到了,家长们都来了 爸爸妈妈,我们做了一棵时间胶囊 啊,猪爸爸,你来得正好 帮我们挖一个坑吧 好的,没问题 为了埋时间胶囊 为了埋时间胶囊 猪爸爸在学校的花园里挖坑 好了 现在能把它挖出来吗 它会就这样一直被埋着,埋上很多很多年 嗯,但是我不想等那么长的时间 我说,佩琪,你就和你爸爸小时候一模一样 真的吗 是的,我记得,那时候我也是她的老师 原来你也教过我爸爸 是的,我教过你们所有人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啊 是的,营养夫人 在你们爸爸妈妈很小的时候 他们也做过时间胶囊 没错,我们做过 我们把它埋在了一棵小树旁 我们能挖出来吗 可以啊 我记得我们把它埋在这里了 哦,我记得是一棵很小的树 哦,这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这棵树已经长大了 佩琪也想要来滑冰 嗨,大家好啊 你好,佩琪 这是你第一次来滑冰吗,佩琪 是的 要我来给你演示这么滑吗 不用了,谢谢苏西 我确定我可以滑,没问题的 好的,你快点 呃 呃 呃 哈哈哈哈哈哈 滑冰实在是太难了 我以后都不想再滑冰了 再也不要了 别担心,佩琪 每个人在滑冰的时候都会滑倒 就连我也会滑倒的 你看我 我,哦天呐,好滑 哈哈哈哈 淘气的爸爸 哈哈哈哈 乔治,你想不想滑冰啊 呃,不想 乔治从来没有滑过冰 所以他有一点害怕 我来看着乔治 你去教佩琪怎么滑冰吧 滑冰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脚往前推,然后滑 推,推,滑 明白了 推,推,滑 推,推,滑 嘿嘿嘿嘿嘿嘿 真的非常简单 我现在自己就可以做了,妈妈 嘿嘿,推,推,滑 推,推,滑 干得好,佩琪 嘿嘿嘿嘿嘿嘿 快看我,我在滑冰 呃,佩琪滑得真的很好啊 没错,我是很好的老师 嘿嘿嘿嘿嘿嘿 滑慢一点,佩琪 你这样会撞到别人的 别担心,妈妈 我现在很擅长滑冰了 哦,怎么停不下来 哦,天呐 我忘了叫佩琪怎么停下来了 哦 哦,我停不下来了 小心 哇哦 哈哈哈哈 这是我的新朋友 狮子李奥 他在哪儿呢 那里没有人呀 苏西虚构了一个假想的朋友出来 你看不到他吗 佩琪 嗯 我们来扔球玩吧 好的 给你,李奥 佩琪把球扔给了苏西的假想朋友 李奥他没有办法接到球 他可以接到 他只不过是不喜欢玩接球 那李奥他喜欢干什么呢 他喜欢吼叫 那他现在会吼叫吗 哦,是的 咳咳咳咳 那是你发出来的声音 不是,那是李奥发出来的 哦 你好啊,李奥 佩琪假装他也可以看到狮子李奥 李奥 你也能做我的朋友吗 他说了什么呀 他刚才点了点他的头 这代表他同意了 match 佩奇 苏西 你们两个要进来吃水果蛋糕吗 猪妈妈给佩奇和苏西各切了一块蛋糕 妈妈 苏西她有一个假想的朋友 这位朋友叫李奥 我知道了 那她也喜欢水果蛋糕吗 哇 李奥很喜欢水果蛋糕 你不要乱说 佩奇 那不是李奥说的 那是你说的 李奥喜欢吃的是巧克力蛋糕 我这儿没有巧克力蛋糕 她想吃水果蛋糕吗 她说她可以先吃一点试试 猪妈妈给苏西的假想朋友切了一块蛋糕 乔治在和恐龙先生玩 恐龙 乔治 你坐在李奥的身上了 乔治不知道苏西有个假想朋友 爸爸 你为什么要躺在地上呢 这是看星星的最好方式 看看那些小星星 想象一下把它们连起来 那个叫做北斗星 是的 最后的那两颗星星 它们指向北极星 哇 北极星啊 北极星 你是远啊 还是亲 开车能找到你吗 到不了的 佩奇 星星离我们很远很远 它们比大海离我们还远吗 哦 是的 但是用望远镜看的话就会近很多 那爸爸 我们有望远镜吗 没有 但是猪爷爷有一台非常好的望远镜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去爷爷家 现在去有点太晚了 或许我们不该错过这么难得的一次机会 太好了 这是佩奇和乔治第一次在晚上坐车外出 看哪 我们正跟着北极星走呢 北极星啊 北极星 一山一山亮晶晶 请照亮我们前路 佩奇和乔治来到了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家 哦 天哪 我希望猪爷爷和猪奶奶 它们还没有睡觉 都已经这么晚了 你们怎么还会来这里呢 我们想来这里看猩猩 佩奇和乔治想用你的望远镜来看猩猩 我明白了 非常好 大家都跟我一起去阁楼吧 瞧 他就在这儿呢 我的老贝斯 哇 猪爷爷的爱好就是看猩猩 好了 那谁要来第一个看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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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北极星了 乔治的生日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乔治 世界上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 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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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特别的生日礼物就是参观博物馆的恐龙屋 我就知道 肯定是和恐龙有关 恐龙 你要害怕 乔治 这个不是真的恐龙 这只是个机器 看 我站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惊喜哦 乔治和佩奇的朋友们都来了 惊喜 兔妈妈给乔治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大家来猜猜 这蛋糕是什么样的 是恐龙蛋糕吗 就是恐龙 你猜的真是太准了 佩奇 还有最后一个惊喜哦 还有最后一个惊喜哦 但是这是给乔治的 为什么不是一个和恐龙有关的东西呢 这就是一个恐龙 是一个冲气恐龙 吹几下 用力吹 这样就能把船吹走 好棒 它开得可真快呀 佩奇喜欢它的小帆船 佩奇的朋友小羊苏西来了 嗨 大家好啊 你好 苏西 我们在玩我们的玩具船呢 这艘是我的快艇 它需要上发条吗 不用 它是用电池的 苏西的快艇只需要依靠电池 哇 这艘快艇真不错 对不起 鸭太太 小狗丹尼和她的爷爷来了 大家好啊 你好丹尼 你好丹尼 你们看 我爷爷给我做了一艘名轮船 哇哦 不错啊 真是太厉害了 它要怎么前进 它是靠蒸汽行驶的 我只要打开这个小小的开关 哇哦 真是一艘奇妙的名轮船 小兔瑞贝卡和她妈妈也来了 嗨 大家好 你好 你好啊 瑞贝卡 我们正在一起玩船呢 我真希望我也有一艘船 小兔瑞贝卡没有船 我有一个主意 我正好带了我的报纸过来 我只需要一张纸 哪页是我们不要的 新闻版 体育版 对了 时尚版 不要用我的时尚版 好吧 那我们就用商业版的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 我经常会用报纸做手工 就像这样 猪爸爸要做什么 我要做一艘船 猪爸爸用报纸做了一艘纸船 谢谢你 猪爸爸 我能试一下盖章吗 当然可以 让我来帮你找几张纸 这里有几张纸 我们还是用一些 没用过的白纸吧 给你吧 佩琪喜欢用像几张盖章 我喜欢兔先生的这份工作 继续我们的参观 下一站是猫女士的办公桌 你好啊 佩琪和乔治 你好 我的工作就是在电脑上 画各种各样的图形 然后再把这些图形打印出来 我这里还有另外一张 谢谢你 猫女士的工作也很不错 我能不能试一下 这次应该让乔治来试试了吧 说得对 乔治 轮到你来尝试一下了 乔治画了一些蓝色三角形 现在把它们打印出来 我喜欢猫女士的这份工作 你们想看看我的办公桌吗 是的 我想 这是猪爸爸的办公桌 我的工作说起来挺复杂 我就是对很大的数字 做数字变换 然后计算它们的切线承载 猪爸爸的工作听上去好像很重要 那么你会用到橡皮章吗 不用 那么你会用到电脑吗 不用 但是我会用彩色笔 爸爸 我们可以用彩色笔来画画吗 好主意 佩奇和乔治喜欢用彩色笔画画 我要画一间房子 乔治正在画一只恐龙 乔治最喜欢的就是画恐龙了 恐龙 那我们出发了 我比你们快 我们没有在比赛配骑 这只是场轻松的自行车之旅 是的 爸爸 但是还是我比较快 现在我们比较快 我不喜欢骑自行车上坡 佩奇 我们赢了比赛 你们没有赢爸爸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比赛呀 但是现在开始了 对不着我了吧 你真是个调皮的小家伙 你们好 鸭子们 我在骑自行车呢 你们好 你们好 啊 我都忘了我有多喜欢骑自行车 哦 我忘了我有多讨厌骑自行车走上坡路了 地面现在非常陡了 哎 我不喜欢骑自行车上坡 可你看到漂亮的景色 我的天哪 这真是个累人的工作 猪妈妈 你没有在踩她吧 对不起猪爸爸 我只顾欣赏景色了 佩奇和她的家人都到达了山顶上 佩奇的朋友们都在这儿 你好啊 佩奇 你们好 我们要进行骑自行车比赛 佩奇 你想要参加比赛吗 好的 只要我们是骑车下坡就行 好的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要比赛骑车下坡了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在我鸣笛之后 你们就可以开始了 就像这样 佩德罗抢先出发了 等一下佩德罗 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呢 对不起猪爸爸 爸爸 你怎么戴了一顶这么滑稽的帽子呀 嘿嘿嘿 这顶是我的北雷帽 带上它 我会更有作画的灵感 好了 我该画些什么 这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就来画这棵老樱桃树 那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画架 佩奇 他能固定我的画布 画布又是什么呀 它有一点像是纸 是用来画一些特别的画 那些是牙膏吗 不是的 佩奇 这些特别的颜料是专门给大人们用的 好了 我们该先用哪个颜色 先用红色 为什么选红色的呢 因为红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但是我们首先需要画天空 看 天空是什么颜色 当然是蓝色的 回答正确 我们现在先画蓝色 现在再来画樱桃树 要用绿色来画树叶 可是我们没有绿色的颜料呀 没关系 把蓝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 就能调出绿色嘛 蓝色加上黄色就是绿色 哇 多好看的绿色树叶呀 我们还可以画些草 棕色的树枝树干呢 我们也没有棕色的颜料呀 我们可以调出棕色 我们可以混合绿色和红色 混合绿色和红色就是棕色 哇 猪爸爸画好了树枝和树干 哇哦 嘿嘿 爸爸 能让我来画樱桃吗 可以 佩琪 用你的手指沾上颜料 然后再按到树上 嘿嘿嘿 一 二 三 做得好 现在该拟了 乔治 嘿嘿嘿 你画得真是太好了 乔治 嘿嘿嘿 我们一起来唱首歌怎么样 好的 我们来唱乒乓歌吧 哦 这首歌我不太熟悉 拜托了林阳夫人 唱一首乒乓歌吧 那好吧 哦 We're playing a tune And we're singing a song With a bing and a bong and a bing 好了 孩子们 现在该睡觉了 晚安了 孩子们 晚安 宁宁宁 佩奇和苏西睡在他们的睡袋里 我有一个手电筒 我也有一个 注意了 孩子们 时间不早了 大家快睡觉吧 这是什么奇怪的声音啊 我不知道啊 这声音又出现了 苏西 你要去哪里呀 林阳夫人 我有一点害怕 哦 那你想进来吗 我想进去 林阳夫人 不好意思 我也觉得有一点害怕 那么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了 我现在觉得害怕 是不是有点晚了 我也觉得害怕是不是有点晚了 还有我 你们大家都进来吧 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乒乓歌吗 没问题 停 我又赢了 你肯定作弊了 我没有作弊 你偷看了牌对不对 我才没有偷看呢 我以后再也不想和你一起玩了 我以后也不想再和你一起玩了 哦 糟糕 苏西和佩奇他们吵架了 杨妈妈来接苏西回家了 佩奇 和苏西说再见吧 我才不要和他说话呢 我也不想和他说话 哦 哈哈 他们会可好的 他们可是最好的朋友 这可不是 玩笑 我们不再是最好的朋友了 猪爸爸做好了晚餐 佩奇 乔治 该吃晚餐了 是意大利面哦 发生什么事了 佩奇 佩奇和苏西发生了一点争执 哦 但是我真的有点想苏西了 嗯 那我们给苏西打个电话 你好 猪妈妈 佩奇能和苏西说话吗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佩奇 如果你跟我道歉的话 我们能再做朋友 很抱歉 我不该说你作弊的 即使你真的是作弊了 好吧 那我也很抱歉 你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哦 这没关系的 我很快能再找到一个新的最好的朋友 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所有的孩子们都在游乐场玩 小狗丹尼和他最好的朋友佩德罗一起在玩旋转圆盘 哇 乔治和他最好的朋友李查德一起在玩敲敲板 敲呀敲 敲呀敲 我确定你的眼睛没有问题 不是的 妈妈 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但是没有谁眼睛闭上了还能看到东西的 哦 为什么突然说起要戴眼镜 佩德罗对眼镜非常的了解 他的爸爸是一名眼光师 好的佩奇 那就带你到真正的眼光师那儿去检查一下 我们现在就去吧 乔治 你也要去检查视力吗 不要 佩奇到了眼光师这里 马先生就是眼光师 你好啊 佩奇 请坐下吧 好了 我能帮你点什么吗 我想检查一下视力 谢谢 没问题 把这副特殊眼镜戴上 然后看看这个表 马先生要为佩奇检查视力 你能把这些字母都读出来吗 好的 A B C D E F 很好 现在来读一下这些数字 1 2 3 4 5 6 非常好 现在请说出这些颜色 红色 绿色 橙色 蓝色 黄色 紫色 非常好 我确认结果的时候 你要去挑一副眼镜吗 是的 我要 这副眼镜怎么样 佩奇 看起来真好笑 对了 你觉得这副怎么样 这副太大了 那么这副呢 哇 我喜欢这副眼镜 妈妈 不错 佩奇 你看上去非常惹眼 我看上去非常惹眼 如果和别人分享 会更有意思 乔治可真是一个好孩子 что Employee 切砸 乔治不喜欢分享 理查得 现在该轮到乔治玩恐龙了 本当是一个平常的恐龙 理查得也不喜欢分享 你们两个人 为什么哭了呢 乔治和理查得只要在一起玩 他们就总是会哭 他们两个太小了,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你们两位姐姐可以教他们怎么一起玩吗 当然可以,我们可以帮他们一起做个沙堡啊 是个好主意,我们去沙堆那儿吧 乔治和理查德都喜欢堆沙 乔治,理查德,今天我们四个人要一起来做个沙堡 首先,要在水桶里装满沙子 然后我们把水桶倒过来,接着在上面轻轻拍一拍 现在,我们把水桶拿起来 好,变出来了 理查德做了一个沙堡 变出来了 乔治也做了一个沙堡 看到吗,大家一起玩很有趣 哦,糟糕啊,这个游戏进行得不太顺利 这些全都是你弟弟的错 他把乔治做好的沙堡给弄坏了 是你弟弟,明明是他先弄坏了我弟弟的沙堡 不要这样 你们两个姐姐应该教理查德和乔治怎么一起好好玩,不是吗? 说的没错,我们要做榜样 但是乔治和李查德太小了,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嗯,我有一个主意 真是太感谢你了 小杨苏西和他的妈妈开着车来了 你好啊,佩琴 你好啊,苏西 我们的车没有油了 狗爷爷及时帮助了我们 哇哦,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一会儿见咯 一会儿见 哦不,不好了,我们车子的轮胎漏气了 那是不是要找狗爷爷帮忙了呢 看来是得找他了 你好,我是狗爷爷 我知道了,别慌张杨妈妈,我马上就来 去救援了 我可以一起去吗 一起上来吧,佩琴 去救援了 我们去救援了 你好啊,苏西 我们来提供救援了 太好了 狗爷爷在往轮胎里面充气 真是太谢谢你了 猪爷爷和猪奶奶也开着车来了 嗨,大家好啊 你好,猪爷爷 你要加点油吗 或打气 谢谢,不用了 我想来试一下你的新洗车机 当然可以了 这个是由电脑控制的 你好,我是蔚来的洗车机 首先,肥皂水洗车 然后冲洗干净 最后呢,再擦干净 对不起,我出问题了 哦,糟糕,电脑出问题了 猪爷爷的车被卡住了 啊,哦,快来救救我们,狗爷爷 哦,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修电脑 我爸爸把我们家里的电脑修好了 哦,那样其实不算是修了电脑 好了,现在你们看上去就像两只贪吃的蜗牛了 我要把爷爷所有的,所有的生菜全部都吃了 哦,你们这些贪吃的蜗牛离我的生菜远一点 只要爷爷朝我大声喊叫的时候 我就躲到我的小房子里去 佩奇的朋友们来了 你好,猪爷爷 你好啊,苏西 你们是来找佩奇和乔治一起玩的吗 是的 可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现在只有我,还有这两只蜗牛在这里 我们是贪吃的蜗牛 我们是贪吃的蜗牛 谢谢 我们在假装自己是一只蜗牛 我们也可以扮成蜗牛吗 我觉得我这里的篮子好像不够你们所有人 哦 你们可以扮别的东西啊 在花园里就有很多好的选择 我扮胡萝卜 小兔瑞贝卡喜欢胡萝卜 不用了,瑞贝卡,不用扮胡萝卜 大家跟我来 这是什么声音啊 是从那间房子里传出来的 爷爷,为什么那个玩偶房子里面会发出汪汪汪的声音啊 那可不是玩偶的房子啊,佩奇 那个是蜜蜂的房子 它叫做蜂香 哦 看呐,这里就有一只 它在干什么 它正从花朵里面采集花蜜呢 然后它会再飞回蜂香 把花蜜酿制成蜂蜜 嗯,我喜欢蜂蜜 那我们就扮成蜜蜂吧 嗡,嗡,嗡 好的,来扮成蜜蜂吧 嗡 乔治,快来和我玩 恐龙先生,他也想和你一起玩呢 嗯,恐龙 乔治又一次错过了布谷鸟 没关系的,乔治 你先去花园里玩 等到时间看布谷鸟了 我来叫你 给你,乔治 现在已经快要十一点了 佩奇鱼,乔治 可以看布谷鸟了 快点,乔治 你不能再凑过布谷鸟了 嗯 乔治从来没有跑得像这次这么快 乔治,你看到布谷鸟了吗 布谷,布谷 布谷 佩奇,乔治喜欢和布谷鸟玩 布谷 布谷 已经是晚上了 布谷,布谷 佩奇和乔治非常非常困了 布谷 布谷 佩奇和乔治睡着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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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是早上了吗 哦 哦,不是 哦,不是 哦,是该睡觉的时间 布谷鸟好像不太好了 哦 哦 我休息一下 就像你和乔治 晚安 晚安啊 我的小家伙们 乔治 我知道怎么能治好布谷鸟 就像爸爸那样给它上发条 嘿嘿嘿嘿嘿嘿嘿 猪爸爸和猪妈妈已经睡了 哦 怎么了 儿凯 妈妈,爸爸,我们有个东西要给你们看 我们把布姑鸟治好了 啊 她说什么啦 妈妈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奇怪的话呀 这是法语 佩琪 她是说你好 佩琪 你好吗 她还说了什么 我来帮你 Jame Les Princesses et Jouer avec Mise Amis 聪明的爸爸 我也算是法语专家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猪爸爸擦了擦她的眼睛 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不太好翻 写得乱七八糟 她的意思是 我喜欢仙女公主 还喜欢和我的朋友一起玩 我就准备这么说的 我想学习说法语 那你就和小毛驴带分聊天吧 怎么聊 她的电话在这封信上面 太好了 猪妈妈问的是可以让佩琪和戴分通话吗 你好 你好 那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那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Bongior George Como Saba 佩琪在用法语说 你好吗 恐龙 不对 乔治 法语可不是像你这么说的 现在是清晨 游地员斑马先生来为佩琪加送信 来信了 太好了 我能看看戴分寄给我的信吗 拜托 对不起佩琪 今天没有寄给你的信 船员们准备好了吗 是的 船长猪爸爸 那我们出发咯 哦 船在向后行驶 小心这座桥啊 差点就撞上了 再见 玩得开心点 希望我的船回来的时候能够安然无恙 你别那么担心 不会有事的 佩琪 敲响铃铛 遵命 船长爸爸 我有一点饿了 我也是 朱爷爷给我们准备了食物在厨房里 船上也有厨房 没错 船上有一个小厨房 跟我来 佩琪和乔治进入了船的内部 这个厨房可真够小的 食物在哪里呢 很显然应该是在这里 天哪 很显然并不在这里 那就一定是在这里 可这个并不是食物呀 这厨房里的东西都放得乱七八糟的 哇 是电视 祝爸爸找不到食物放在哪儿 实在太难找了 如果这是我的厨房 我就会把食物放在这里 哦 干得好 佩琪 佩琪找到了食物 真好吃 哦 是鸭子们 你们好呀 太太 你们想吃面包吗 佩琪和乔治喜欢喂面包给鸭子吃 小心啦 前面有长长的芦苇 别担心 朱爷爷的船能很轻松地穿过去 卡住了吗 没有 我们试试倒退 现在卡住了吧 是的 哦 糟糕 朱爷爷的船卡在了芦苇丛中 佩琪 你午餐都带了些什么吃的呀 一个红苹果 我带了个绿苹果 我们来交换吧 好啊 佩琪 苏西 你们都在做什么 苏西问我午餐都带了些什么 佩琪叫我跟她换个苹果 好吧 但请留些食物 等会儿野餐再吃 好的 林阳夫人 哈哈哈哈 车子开到了山脚下 山路变得非常陡 戳戳 加油啊 你做得到的 出车 加油 好啊 佩琪和朋友们到达了山顶 快看看这风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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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在说话呀 是你的回声啊 什么是回声 回声就是当你在山里大声讲话时 所能听见的声音 像这样 有趣的回声 野餐时间到了 佩奇喜欢野餐 大家都喜欢野餐 鸭子在哪里呀 每当我们野餐时 它们总会出现啊 你可真是好笑 鸭子可不住在山顶上啊 你好呀 太太 要不要吃点面包 鸭子今天很幸运 有很多面包 鸭子们吃撑了 地图上显示 瑞贝卡的家就在下一个山坡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应该就是瑞贝卡的家了 我们肯定是迷路了 这里明明只有这些胡萝卜 瑞贝卡家的房子在哪呢 你们大家好啊 瑞贝卡 你想来我的房间一起玩吗 你的房间 但你家的房子在哪儿 佩奇到处都没有看到瑞贝卡家的房子 这山坡就是我们家的房子 这个叫地洞 哦 我带你看看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啊 进来吧 我们家里没有楼梯 但是有隧道 哇哦 瑞贝卡的家和佩奇的家有些不一样 这里是我们的房间 哇哦 你们有床 一扇窗户 还有一个玩具箱 就和我们的一样 那当然 我喜欢你家的房子 真希望我也是一只兔子 我知道了 那我就来教你们两个怎么做兔子吧 好的 拜托你了 首先你要使劲抽鼻子 然后再叫 就像这样 非常好 小兔佩奇 还有小兔乔治 佩奇喜欢做兔子 乔治也喜欢做兔子 兔子们喜欢吃胡萝卜 真是美味呀 真是美味呀 不要 乔治不喜欢吃胡萝卜 乔治连试都不想试 那好吧 我们就能多吃点了 瑞贝卡 兔子在其他方面是怎样的 兔子喜欢蹦蹦跳跳 来外面吧 我演示给你看 我们来跳吧 谢谢